就在明天 日本能登半岛见五金发放 简化流程 防患标准 只要受灾者皆能受助 开始了就不嫌晚 86岁阿嬷肌肉严重流失 透过训练可以举起小雅琳 历史今天 清迈慈季学校开学了 翻转太北命运的长路 迈入了新的里程碑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收看 网络直播的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陈主席 今年年初的时候 日本的能登半岛发生了强震 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慈季陪伴当地 受灾相亲的脚步不曾停下来 而就在明天 志工将会在当时的 重灾区之一 血水丁展开第一波的 建五金发放 所谓建五金的意思 在日语当中 就是一种慰问金的意思 带来的是关怀 还有力量 那么这一波的建五金 是选定血水丁 作为发放的日地点 包含了第一波 是发放三天有四个长次 总共会有1147户的居民 领到建五金 是按照家庭人口数 最少的家庭一个人 可以领到13万日币 相当于是台币 大概27000块左右 帮助他们在重建的路途上 站稳脚步 今天晚间的头条新闻 带您看发放前的准备工作 下着雨 温度仅有摄氏14度 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出门 尽管如此负责厂部的 先遣团队13人 一大早就分别从东京和大阪 赶来血水丁 谢玉杰早在一月月时发放时 就想请假来做志工 但难以如愿 这次他不再错过 发放决定之后 那工作也开始慢慢平顺 那所以就是只剩 可不可以请假这个问题 那也是很好的 都是都蛮奇妙的 就是很多事情 你想要请假 所以就发现有假可以用 此季将在血水丁 进行三天的建武金发放 分别要在四个场地 发放1000多户 这次承担规划的 大多都是像谢玉杰这样的年轻人 要忙于事业和家业 除了抽空做好事前的规划 也承担现场布置 不论是搬桌子 擦地板 环境清洁 不分老少齐心协力 一个下午就完成了 所有场地的布置 一路陪同协助的血水丁 复兴对策主任 对志工敏捷又快速的效率 留下深刻印象 也更加期待 此季要送给乡亲们的祝福 但新闻杨锦惠 邓志明 陈一鸣 日本报道 今年的普利兹新闻奖 把一份很特殊的荣誉 颁发给在战地采访的记者 表彰他们用生命书写历史 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一位 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值得肯定的 他是一位土耳其媒体雇用的记者 名字叫做谢哈达 一个月前 他在加萨走廊采访的时候 遭到攻击 导致他必须要截肢 但是在病床上治疗 一个月之后 他主着拐杖重返战场 身为记者的使命跟执志 他不曾一日忘怀 要继续用他的摄影镜头 为人间留下真实的历史 全神贯注 即使必须组着拐杖 忍受单脚战力的不便 也要捕捉眼前的画面 今年四月为土耳其国家广播公司工作的谢哈达 和其他记者在加萨中部的纽瑟拉特报导战况时 被以色列炮弹炸伤 卧床一个月无法拍片 就像一年一样漫长 虽然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但他已经不想穿上象征记者身份的背心 长达十七年的职业生涯 相机早已是谢哈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即使劫之后 生活和工作都面临挑战 他仍坚持要发生到最后一刻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过去华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四季如春 也常常这么形容宝岛台湾 可是将来这句成语恐怕派不上用场了 因为人们最喜欢的 也最温暖的春天跟秋天 正在消失或者极度的缩短当中 我们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南美洲国家智利 此时此刻应该是他们的秋天 可是最近却一秒就进入冬天 秋天整个不见了 以智利首都圣地雅各来说 过往这个时候的平均气温 应该在9到23度左右 但是现在一瞬间就来到了 涉事只有一度到15度 所以人们忍不住的 把冬天的毛衣外套通通拿出来穿 政府也赶紧进行防御措施 开放庇护所让街友能够住进来 并且提供他们三餐温饱 以免发生生命上的危险 智利山头现在已经开始飘雪 人们都说这么一辈子从来没看过 这么寒冷的秋天 白雪矮矮的山峰 在剩下过后的智利首都已清晰可见 智利南部遭遇70年来 最强烈秋季寒流 仿佛严冬提早报道 民众只能层层叠叠叠穿上厚重衣物 并狂喝热咖啡保暖 好冷的秋天气候异常 首都气温掉到只剩摄氏一度 政府启动街头紧急服务的蓝色代码 就怕超强寒流报道 让街友猝不及防 影响生命安全 气象学家指出 预计五月六月和七月的温度 都将低于正常水平 大度汇区的气温也是类似的情况 这些源自极低的冷空气 与来自热带的暖空气交汇 还将引发风暴 出现例如巴西南部发生的情况 那里的暴雨和洪水 已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政府与民间必须省慎防灾 带新闻五贵真编译 来看这个万头传动 大家都往前跑的画面 发生在非洲国家的玛丽 他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 一个传统习俗叫做抹灰节 顾名思义是要把灰泥抹在墙上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是在玛丽的节内大清真寺 它是联合国的世界遗产 1988年就入选了 这个清真寺匹基非常的大 可以容纳2000人同时在这里做礼拜 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土建筑 意思是说这个清真寺完全没有用钢筋水泥 也没有用砖头或者石块 而是用泥土一堆一堆的把它给堆砌起来 那现在所进行的这个抹灰节的意思 就是要把这种泥土寺的混合材料 像是融合了泥土稻谷 乳木果油等等天然材质 把它一坨一坨的黏到这个墙上 那功能是什么呢 一来是防水跟除湿 因为呢玛丽的雨季就快来到了 二来可以替建筑物降温 三来还象征一种和平 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这个活动的时候 全村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 大家通通要来参加 象征一种传统文化的延续 也是村民和团结合作的一种象征 节日大清真寺前秘密麻麻的人群 有人负责爬上梯子涂抹泥土 也有人来回搬运泥浆 每年六月雨季之前 大清真寺都必须覆盖新的泥土 以免风化 按照惯例 整个节内市的民众 都会参与图泥工作 就像是一种特殊节庆 曾经吸引数万名游客参加 但现在因为局势动荡 罚人问津 当地人坚持保护清真寺的传统 必须代代相传 节内大清真寺建于13世纪 建筑面积3025平方公尺 高约16公尺 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土建筑之一 建造时没有使用任何砖块或石头 而是用当地的特殊粘土 是玛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象征 2016年来被列为 联合国兵为世界遗产 尽管充满未知与不安 节内大清真寺的年度翻修 仍然是当地居民的希望和信心来源 图尼习俗也让当地人借此团结 面对未来 台新闻张力编译 再来看这个几率实在非常的低 美国新泽西的这一所大学举办毕业典礼 学生当中有五位毕业生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他们是五胞胎 而且都领到了全额奖学金 这个五胞胎是间隔几秒钟就陆续的出生了 作为五胞胎的一份子 他们说成长过程就像是五位好朋友一样 他们的父母是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 把养育五胞胎的经验形容为非常美好 也很疯狂 相信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都看过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一幅画作不只是法国罗夫公的镇馆之宝 也出自于大师达文西的手笔 但是多年来啊 这一幅画一直有两件事情引发后人无限的探究 第一件事情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个主角到底是否真有其人 他又是谁 第二件事情就是蒙娜丽莎在哪里微笑呢 他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 最近考古跟艺术学家仿佛找到了答案 一抹耐人寻味的微笑 无数学者为他痴迷倾倒 被誉为史上最神秘的画作 就连蒙娜丽莎身后的背景 也是学界辩论不休的谜团 如今有学者提出了关键性的证据 我找到很多东西 我找到很多东西 我找到 caverns that he described 我找到 rock formations that he described 甚至 streams that had this kind of foamy aspect to it that it still exists today and then when I came to Lekko I realized he had painted the Mona Lisa here and I did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rock formations and that's how this discovery came about 位在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大区 距米兰北方约50公里的湖畔小镇莱科 从罗马时代起就是贵族们的度假圣地 达文西本人也曾在500年前到访 皮佐卢索将画中的山路与湖泊 与莱科比对发现了许多巧合 除了山脉 和沿岩层 河川与湖泊的相对位置 也和画作吻合 当你看到莫娜丽莎 你会看到这部分的阿达河 然后你会看到其他沿岸 最佳的沿岸 在莫娜丽莎丽莎丽莎 有专家认为艺术史可能就此改写 因为其他艺术史学家 并没有地质学专业来推翻这个假设 对皮佐卢索而言 如果地表最强斜杠天才 因此在天上一个地质学家头衔 他也深感与有容焉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刚刚结束 但是许多企业界的老板可要伤脑筋了 因为假期一结束 竟然就有很多年轻的员工说 他们决定要离职了 这几年日本有一个新兴的产业 非常受到欢迎 它叫做代客离职 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跟老板提出辞呈 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个产业呢 其实要从日本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开始讲起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日本劳工非常重视 叫做终身雇佣制 一辈子在一间公司工作 这种企业文化非常重视年资 年轻人就比较没有升迁的机会 而且他的工时是很长的 也无怪乎很多人形容日本是一个过劳的社会 那现在的新兴劳工不一样了 他们重视的跟上一代完全不同 比方说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劳务报酬 付出多少努力就要得到多少的报酬行资 其次他们重视弹性的工时 以及活泼的企业文化 那无怪乎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离职率是很高的 有一份统计显示 大学毕业的新兴人工作一年就辞职的高达10% 工作三年以后辞职的竟然高达32%了 那现在这个代课离职的服务是说 他可以了解你要离职的原因 帮你写一封离职信去告知你的老板 而且会帮你做好各种跟同事的交接工作 甚至帮你找好下一份工作 这个产业兴起很多人趋之若鹜 但是也有一些日本的年轻劳工不以为然 伴随着春天的气息 日本新年度从4月开始 社会新鲜人也在此时正式踏入职场 但才过了一个多月 许多人就萌生离职念头 日本强调和谐 群体等概念 小制家庭 打指公司国家 再加上中小企业老板拥有大部分的决定权和话语权 提离职似乎就像犯了一种罪 让人无法轻易说出口 近期代课离职的新兴行业因而急速窜红 代课离职服务内容包括协助委托人 针对离职手续提供建议 与公司处理离职后的相关流程 甚至协助规划未来职业 一家代课离职公司表示 两周就接获800多人委托 其中超过七成 年龄介于20到29岁之间 专家指出年轻人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 工作不再是第一顺位 想离职又不想处理麻烦手续 让代课离职相当受到新世代欢迎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意见 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最近日本有三位专家特别来台交流 他们要学习的是防灾科技 还有振灾的思维 还记得吗 上个月0403花莲墙镇之后 很多的受灾民众住到避难中心 慈祭提供的福会革品 福会床受到了各界的瞩目 甚至有很多的外国媒体 专程前来拍摄 所以这一次消防署安排 防灾经验交流 日本就专门派遣了三位专家 前来了解 包含了一套的福会系列 甚至是文帐 还有衣柜等等 都在他们的面前展示 作为国际震灾交流的重要关键 一分钟立起福会隔屏 再摆入福会床 桌椅等 灾害发生后 民众马上有一个独立收容避难空间 这头设备在升级2.0板 在这大约1.8平的空间里面 现在还多了一区有柜子 这个柜子一样是从小体积组装而成 而且过程不需要花一分钟 底下还设有轮子可以拖着走 每个柜子可以叠起来 甚至上下打通 成为临时衣柜 还考量在区环境 并可能蚊虫多 环保蚊帐也设计出来了 慈记得慈悲科技 红道果技 日本三位防灾专家前来参观 从新店禁司堂到南下花莲 和公家民间单位经验交流 0403地震之后 日本内阁府对我们台湾在 避难收容的开设委员上面 感觉到非常的兴趣 台日两地相近也都常发生自然灾害 这次日方跨海来台 看见台湾工部门和民间单位紧密合作 为灾害少一份伤害 大爱新闻台北花莲综合报道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假如您也是高龄长辈的话 是否也很担心自己的肌肉正在流失当中呢 其实肌肉流失不要紧 因为锻炼肌耐力 只要开始就永远不嫌晚 这位阿嬷猜猜猜看她几岁 今年高龄86了 日前她罹患新冠重症 卧床好长一段时间 导致阿嬷的肌肉力量完全流失了 就连盖被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她都做不到 但是在复健科物理治疗师 为她量身打造了训练的课程之后 阿嬷非常勤劳地天天在练习 现在她不只找回了肌耐力 而且肌肉力量比以前还要强大 你看她可以拿着两个小小的哑铃 一个四公斤可以走上好几圈 带您来看看阿嬷练习的成果 运动时间一到 护理之家的阿嬷阿嬷照着运动菜单动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根本都没有办法举起来 我现在一次可以做一百下 86岁的赵子阿嬷去年底确诊新冠肺炎 住进加护病房一度命危 痊愈后非常虚弱 长辈上了年纪尤其生病后 肌肉量流失的非常快 物理治疗师精确掌握每一位长辈的肌肉质量 个别训练 爸爸你今天做超过破纪录了 至少他可以hold住他的体能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很欣慰的地方 肌肉的流失的状况是全身性的 但跟生活功能比较相关的 主要会是着重在下肢跟上肢的部分 因为下肢影响到走路的一个稳定性 上肢的话就会影响到 比如说自己清洁身体盖洗 吃东西 阿嬷说练到现在四公斤的狐狸 一次可以拿两个 他一定会持续再进步 能走路真好 身体健康真好 大爱新闻 廖学姓江丽君 台中报导 关心天气 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宁明君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宁明君 这两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 现在看到的是关渡静思堂 蓝天白云 好时光 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台湾北方海面的高压逐渐的往东移动 明天的风场将转为偏东风 天气的状况和今天差不多 而明天东北季风减弱 但是东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和澎湖金本马祖多云到晴 午后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提醒您明天的清晨 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而周六周日东部水季增加 局部地区会下雨 大台北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而西半部的山区 午后会有局部的雷阵雨 到山区游玩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 如果您到宜兰 南海可能会遇到较大雨势 整个周六周日东半部的降雨范围 都会比今天要扩大 而周一封面接近全台湾 都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 一直会影响到周四 要注意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 特别要提醒您的是 明天好天气却没有好空气 从新竹苗栗至到台中彰化南头 空瓶都是红色提醒 出门强烈建议要戴上口罩 至于西半部其他地区还有金门澎湖 则是橘色提醒 要避免户外剧烈活动 以免吸入更多的脏空气 向我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今天晚上恒春半岛会有较强阵风 户外骑车或走路都要注意 而东北季风明天就会减弱 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至于西部山区午后也会有局部的雷震雨 而明天北部低温下谈20度 其他地区日夜温差也比较大 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 接着来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慈记历史足迹 清迈是在泰国北部山脚下的一座城市 人口120万人左右是泰国的第二大城 2005年的今天 清迈慈记学校正式开学了 第一届招收一年级跟四年级 总共51位学生为太北孤军 美斯勒的后代开启了全新的生命旅程 1997年是慈记在太北的三年福困计划正式结束 除了有大爱村以及照顾当地的老兵之外 更在社会上掀起了很大的善效应 当时方县的县长亲自来到台湾 希望慈记能够在当地新办教育 于是一团又一团的志工前往当地寻找土地 时任慈记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的王端正师兄 多次带队前往 有一天他在一块土地上 一棵大树下打了一通电话给上人 这一通电话改变了泰北孩童的命运 泰国人就是说对佛教对教育都很烈心 这13号都说他们冠意签照 那一刻就是打电话的那一刻 上人说点头了说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转变 确实这是慈记在海外教育制业的第一礼路 也是翻转太北孩童命运的新起点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条历史 2005年5月16号 泰国齐麦慈记学校开学 齐麦慈记学校位于泰北齐麦府方县 2002年动土新建 2005年的今天小学部正式开学 这是慈记在海外新办的第一所学校 中泰英三种语言并行 注重品格教育 大好棒和有精神 有礼貌的小孩子是我们青麦慈记学校 第一个最好的 慈记是故事博文 感恩你们的历龄 毕业不只是结束 更是人生立个开始 青麦慈记学校 孩子们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他们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 摸黑搭着交通车要去学校 因为从他们住的地方 美斯勒到方县的青麦学校 车程要两个小时 之所以要把学校盖在平地 是希望这些大山里的孩子 能够学习融入泰国社会 丁思颖这个小朋友 是当年摸黑上学的孩子之一 他也是青麦学校第一届的学生 入学的时候他就读四年级 一路从小学读到高中 然后申请到了台湾来读慈记大学 学成之后他回到学校担任老师 丁思颖常常说 儿体时代在学校里学到的一切 是他人生珍贵的宝藏 我小学的时候在这里读书 就会有这个活动了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 我又不敢喂他 不敢挤他的脚 就是觉得很害羞之类的 然后我爸爸会笑我 可是来到学校的时候 我做这样跟他做 然后我就看到他偷偷呼 看到我对他这样 这样他就很开心 然后现在我已经当老师了 我就想希望我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做到 这个很好的机会 丁思颖把他儿体时代的经验 复制到现在他所教的课堂上 所以不论是父亲节 母亲节 教师节 孩子都会有奉茶的习惯 来表达一份感恩 而像丁思颖这样子 从青脉慈记学校毕业 来到台湾慈大读书 然后回到母校任教的 其实不止他一人 我们再来认识这一位少年 感恩施工上人 施姑和施伯的照顾 中学之后 我保证我一定会比现在 更努力的 今天又能够见到施工上人 去年我站在施工上人的面前 那时候还是穿着 青脉慈记学校的制服 那时候是高三 然后今年就有机会 穿上了施基大学的制服 今年是大一的学生 现在的刘志达也回到学校教书了 青脉慈记学校 学生们同时学习三种语言 华语 泰语 跟英语 培养的是世界级的人才 回想起初中 上人觉得这所学校相当值得 身上的孩子都没有读书 所以看了心里难过 要如何来帮助他 后来我们在那里也有建设了 大爱春 那也见了 叫中小 所以这一路过来 看到孩子们教育得很好 凡事都有 最初的一个动机 一个念头 一个行动 就会一直一直联系下来 时间成就一切了 真正是真感动 那第一阶的学生 现在也回归 在我们这个学校当老师了 那他们也有校友会了 这些官司都有这样的 因缘的开头 教育是社会的希望 所以一直感觉说 没有后悔 真正无后悔了 2023年 泰国清迈学校的学生人数 已经超过1000人 而且得到泰国教育部颁发为 全国评鉴的特优奖的学校 一座原本为孤军后代开设的学校 现在成为泰国最知名的人文学府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在这里成长 相信他们终将回归这一块 曾经滋润他们的沃土 以上就是今天 历史带您回顾 清迈慈悸学校 在2005年开学了 接着我们要带您到台南的海溪 看这一座仿塞和院的建筑 让长辈来到这里的时候 特别有一份怀旧的亲切感 无关乎这里的慈悸长照据点 特别受到老人家的欢迎 在这一座仿塞和院建筑所兴建的海溪里活动中心 淳朴风情里有满满人气 不乏慢 没关系 有志工温暖的手撑着 慈悸海溪里社区关怀据点就在这活动中心 据点五六十名长辈欢喜愈否 附近工厂的员工和民众也都来了 这活动中心兴建十多年 周围是公园 以前就是老人家的最爱 我就像我老人 寂寞 看着哪儿就在这里坐着整个 我就心来想人说 我们近日社区来关怀这家中价 所以我才是开始筹备这 我很爱想这个客 真的 经家地匪 还可以运动 里长立庭下据点正式接牌 长辈也在这里找到持续进步的动力 大爱新闻 陈一真 郑月平 郭明娟 台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 盛心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